Hello,大家好,各位吃货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又携手康仔给大家带来了金汤酸菜鱼的食谱 如果想要做起来最方便,可以直接买龙利鱼 先将鱼切片 加入少许盐、胡椒、料酒和蛋清 拌匀腌制10分钟 腌制鱼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准备备料了 将葱、姜、小米椒和芹菜洗净后切小段 酸菜叶子切段,酸菜帮切片 将酸菜叶子和酸菜片分开放 然后我们在锅里下少许油 把姜、小米椒和酸菜叶爆香后加入黄汤 黄汤的制作方法可以看我们之前 黄焖高汤那一期的制作视频 它也是做菜百搭的一个汤底 然后再加入柠檬片 酸菜片、芹菜 煮开后加入少许香油、盐、胡椒粉、白糖 大火煮开后关火 把酸菜捞出后再下鱼片 即时关火主要是为了防止鱼片变老 最后我们将鱼片全部下入锅中再重新开大火 煮开后香喷喷的金汤酸菜鱼就做好了 一些小提示 没有完全解冻的鱼肉可以放点水 这样就可以马上解冻了 美国超市如果没有找到小米椒 可以找Red Chili或者Thai Chili 而酸菜在多数亚洲超市都能买到 最后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秘制菜谱 欢迎大家戳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如果你还想知道哪个菜的做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